高雄市长韩国瑜周日还前往了林雅区的万英公庙参拜 欣赏由庙方安排的短剧演出 祈求能够消除疫情 韩市长在致辞时表示 热心的宗教团体帮助弱势族群 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 他感谢主委和庙方管委会的帮助 高雄市长韩国瑜9号前往林雅区万英公庙参拜 一抵达就受到市民热烈欢迎 在庙方人员陪同下 韩国瑜上香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随后万英公庙还特别安排歌仔戏剧演出 祈求能够快快消除疫情 韩国瑜感谢主委及庙方管委会长期以来 热心帮助弱势族群 另外面对今年暖冬天气 他也对登革热疫情表示忧虑 预告将对登革热宣战 并把三明区列为反登革热的示范重点 那怎样今年呢 冬天非常的暖和 你看你今年是暖冬 身为市长 我怎样暖冬 登革热这个疫情 就会开始参举 所以下星期开始 我们对登革热也要正式开始宣战 我们今年反过来做 三明区会是我们第一个 要全面开始反登革热的重点 我们一定要把三明区每一次登革热 发生的地点的比例这么高的三明区 反过来做 作为示范 如何消灭登革热 韩国瑜紧接着前往大辽区信仰中心 开封宫包工庙参香 同样也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韩市长表示 人人心中都有包青天 期盼除暴安良主持公平正义 大家都知道 包工的 可以说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包青天 日省洋 夜省鹰 除暴安良 为民众 寻求一个最重要的公平跟正义 韩国其中是全省唯一 一级开设 一级防护 所以我们所有的交通运输工具 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 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一六个小时 那请大家民众我们多多配合 来自然葛永时 第一级防务 我们一定要做防疫的示范 做全台湾防疫最好最棒的城市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 以来这么多观光客 会来到我们高雄观光运输 所以防疫的工作 来以令人有心来做 韩国瑜表示 目前社会关注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 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努力 防堵 他呼吁民众能够配合 政府的各项防疫作为 强调高雄要做防疫最好示范 市府将则无旁贷 记者王思武丙元采访报导 我说他就需要防疫情 所以前提到他就是 宅件迢够的国人 去过附约的计则